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这个Perry迟到了 然后估计要中午才来了 我现在跟这个黄牛已经大战一轮了 然后结果是什么都没拍到 大家好 这里是Big Boys Club 我是Triple六 现在我在这个WF展会的现场 这是第一天 然后10月3号第一天 Perry是还没有到的 在等他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自己还没有拍素材 已经买了挺多东西的了 在等他的这段时间里 先给大家看一下买了些什么东西 首先呢 这一代是那个战锤40K的产品 买了两个展会限定的灵魂守卫 然后抽了一个这个Q版的扭蛋 然后本来想抽这个星际战士的 结果没想到抽错了 抽到这个 然后买了一本这个魔工房出的 战锤的新人教学的一本书 第二代这个是在附调买的 也是WF限定的一个忍者神龟 它是这个披萨版本的 现在我不太方便拆 然后我会把图附在这个视频的旁边 好 然后看一下第三代 是一个很大的哥斯拉 机械哥斯拉的Q版 其实之前这个系列就有出过一个盲盒 然后这个是盲盒的放大版 最后还有一盒是这个 应该是一个蜥蜴变色龙的槽丸 我觉得挺帅的 所以就把它买下来 然后也是后面会把图附在这个视频的旁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Perry终于来到了 等了他好久 好很久很久 那我们现在准备进去看一下了 好走吧 矮阳堂啊 Terr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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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娜 我们到了莫娜看一看传说中做崩了的敖饼 张太子张太子 有没有敖饼 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崩 这个做得好 他这种做旧 你看他这个木头是一个断层的地方 他全都做了 看他这里还有个小人看到吗 啊 这里吗 哇 对 对啊 其实他比例是特别特别大的 应该是 这里还有一人 这拜佛 对 喂 电玩少女 电玩少女还不发货 来 我赢雷 你丢个人 电玩少女是018年 18年级的时候订的 但是现在还没有发货 但是他的这个蓝色头发版本已经发货了 我找到敖饼了 走 其实如果只看这个 只看这个还可以哦 我觉得 错吧 你看他的那个脸 嘴巴的最靠脸颊那一部分 看到吗 哦 中的 现在看到的这个展台是浴摩道啊 浴摩道 好我们过去看一下吧 最近他们家的钢铁侠 拼装的钢铁侠好像挺火的 哇 直接把板件摆在这里 看来是对自己的 那个材质的也是挺有信心啊 嗯 好 这个是人偶吧 我不知道啊 不认识 是人偶 你感兴趣吗 我不感兴趣 买不起 这种特别贵 买1比1的 这个好像是一个代理店 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 一般一般走吧 走吧走吧 Wall Toys可以看一下 Wall Toys 反正Wall Toys是我觉得 就近年的一些国内厂商里面做的比较好的 我觉得是吧 他们原创的东西都卖的挺好 上次你买了个小龙虾就是他的 对小龙虾 小龙虾 我最初关注Wall Toys的就是一个单个的东西 然后他后来越出越多 出了两个合体 现在三个合体的都有 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我会收集的这些合体的 开天工作室 他们最近在做这些1比1的胸向是吧 对 1比1的真正胸向 哇 开天工作室连进去看都是要排队了 真厉害 我们在这里偷拍 要排队 我们不想排了 我们直接把机器伸进去 几美殿堂的那个雕像做的特别好 特别是海贼王的那个 我记得是那个青枝 加上那个刺犬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没应该有个排队呢 它那个地台居然还是可以两个交错连在一起的 它那个地台是自己做的 那个预定是没有的 所以地台是那个里面那个圆圈那块 对对对 你看圆圈那一块这里 这才是它真正的地台 我还以为是有这个地台 没有没有没有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 我还有些师傅 他们所在的这个摊位 然后他们这个品牌也是做了不少性价比比较高 而且好玩的东西 那么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品牌呢 这个是我们现在主推了一个小比例的 1比24小比例的拼装 然后那边就是有可以换装的可动娃娃的系列 对对这个是可动的电动芒盒系列 现在真的比较硬核向的玩家的话 就是这个小比例拼装系列 因为它主打的就是场景地台和人载的一种互动 而且以及我们后续正在开发的大型的可变形载具的玩法 这些场景地台都是单独售出的吗 一般一盒子带两块方块 两块方块 所以只要买多几个就可以搭出一个战斗的场景 对对对 这个系列是57号 57号 对 透明踩壳外甲的限定版 所以这个外甲是普通版的 然后这个透明甲的是WF上面的限定版 对 会产上限量销售的 我个人觉得这个好帅 比较帅一点 这个是新 最新刚上市的 最新刚上市的 对对对 鬼火 鬼火 鬼火少年 对 买了它就可以成鬼火少年 统一收价都是78块 78块 对 加量不加价 记住我们叫咒魂工作室 咒魂工作室 对 因为是两个公司工作室合作的一个联合品牌 我一直不会念我 我叫胃魂 我第一次看到胃魂 我这个工作室胃口很好 你看就胃口很好 先是 你看就是胃口很好 所以叫咒魂工作室 然后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玩 万代魂呢 看一下 这个 这个都看腻了吧 柴团B还是看一下 它这个好牛逼 它这个 它这个展台 整个的设计是一个高达盒子掀开 好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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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这个场我也不太懂 但是他有做过非常多的像浪克剑星 还有巨人的一种大雕像 做得非常的好 大雕像啊 对对对对 做得非常好 看一下吧 了一半 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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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好,我们八角冰人的刘洁好像刚刚挺忙的,我们现在过去找她吧 刘洁,刘洁,你好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展台的品牌啊? 我们主要是做签名,各种签名,海报,书籍,还有一些什么复制画什么的 你们不做冰人吗?冰人也做,这是我第二职业 第二职业是这个,是吧? 主业是冰人,雕像,因为你们就叫八角冰人 对,那今天这个展会有带了一些什么样特殊的展品过来呢? 看看我们的东西,这次是我们主推的这次,吉普利的手稿原画的复制画 然后呢,都有那个宫崎俊啊,还有那个林沐敏夫啊,还有那个高田勋啊,就是这些人的亲笔签名 就作者自己的签名? 对,作者啊,这些都是日系的一些签名啊,像什么那个井上的呀,我们有井上签名的那个画册,还有他的海报 你们是怎么样去搞到大神的签名? 然后,对,好多明星啊,其实很多人都在问我啊,就比如我卖的所有的日卖的东西,全都在书上 为什么?那我一定是跟做书的有关系 我做这行为标题,会有很多的交情,很多的朋友,很多的渠道,那么会有一些 刘姐,果然还是神通广大,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找的大神的签名? 可以找我,我去给你,对,我去给你去找 这张海报,全球限量只有五张,每一张上面都有限量编号,我这个是第二张 这个是,这一张上面是所有的漫威英雄签名 人肉背回来的,对,因为油不通油了现在 所以我们为了展会呢,就找人给帮回带 以前呢,可能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一旦等他没有了,大家再回顾他的这些经历 大家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 人都是这样,就是失去的时候才珍惜 对,才会珍惜 铁风筝是吧? 他们做活影的雕像做的还可以 好,那就看一下,铁风筝我也没听过 Herry是铁风筝的专家 不是不是不是 国内雕像第一个安全的好可梦雕像 买啊 多少钱啊? 是吗? 是吗? 今天是第二天WF的现场 那因为昨天Perry迟到啊 所以很多展台我们没有拍完没时间 所以今天继续给大家补拍一下 这边有一家厂商是做这个3D打印机的 然后我挺感兴趣的 想看一下他们打印出来的东西到底品质是怎么样的 然后他们打印出来的成品 现场都可以看到 他的头发什么的 头发丝都能够看得非常清楚 其实我真的觉得现在民用的3D打印机 精度跟技术已经进步了很多 而且成本也比较低 好,我们现在准备去站锤的台子里面看一下 3D大会 2,2,1 那这次WF的我们的收获还是挺丰富的 希望看到我们的视频之后 能给你带来参考 对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给我们点赞转发 然后继续关注BigGoist Club 好玩的能玩的我们都会玩 嗨 嗨 熊宝哥 哈喽 熊宝哥 我们视频道被看单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这里是玩具大台 嘿嘿